各位投票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宇凯 四天过后将会是改变你人生的机会 错过7月23号 本周日 一个月后你肯定会后悔 怎么说呢 来 各位 因为这个礼拜天 我们在台北厂唯一一场的演讲 即将要举办了 AI大型股 丈夫满足了吗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题目呢 我在三个礼拜前就定了 因为我们要送交主管机关审核 所以三个礼拜前题目就定下来了 AI大型股 丈夫满足 你是直到这两天你才看到 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可是各位 三个礼拜前我已经预告了 大概在接近7月23号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那么是不是中小型标股的机会来了呢 所以我才讲错过7月23号 一个月后你肯定会后悔 这是我们的讲座 7月23号 你可以透过我们等一下广告0800有一个专线 或者先加入我的like 加入lite之后下方就有个报名的栏位 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填写报名表 这一次我们要演讲的重点 第一个台股在昨天 已经先创下17400点的新高 还能涨到哪里去 是要回档了吗 还是怎么样呢 第二点 大型股 像伪创广达熄火之后 谁会是下一波准备要起涨的AI标股 然后华星光狂飙270%之后 谁是华星光的接班人呢 还有下个礼拜二我们又要上这个前线百分百了 我准备还什么股票 又要来化水的肩膀了呢 那另外呢这个算是一个回馈性质 在现场我有准备了这个百万毫里 现场抽奖 现场抽奖 所以你一定满载而归 一定满载而归 那今天还有多了一个 中芯店的后续操作 以及机会在哪里 那我昨天说过 6月4号一个半月前 我那场演讲你没有来的 少赚了这些啦 神达你也没赚到啦 红硕没赚到啦 上全没赚到啦 华星光也没赚到 亦飞煌你也没赚到啦 这些都是6月4号演讲 满满含金量 而你少赚了这些股票 你没来你就是少赚这些 上一次你已经错过这么多了 你还要错过这一次吗 你还要错过这一次吗 中南部的朋友 当然比较抱歉 我们最后是投票决定 还是决定办在台北嘛 可是我就讲啊 如果你真的有赚钱的决心 坐高铁来都可以 对吧 高雄到台北 高铁买张票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一小时四五十分就到了嘛 坐高铁来啊 票要多少钱 你狠一点的 包车来都行 包车来都行啊 各位 一档神达 一档精彩 一档华星光 能不能帮你把包车的钱赚回来 你不要讲包车 包游览车都可以 包游览车都可以吧 你买个一张华星光 包游览车钱没有嘛 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要分享 华星光的接班人嘛 是不是 华星光接班人嘛 然后昨天我还针对这个 中南部的朋友 我们加码 对 你只要真的是中南部的朋友 或者东部的朋友也可以 外岛朋友更加好 对吧 你真的有诚意来的 你就跟我 你可以备注讲一下 或者说加入我的line 额外跟我说一声 我会帮你保留座位 好不好 我帮你保留座位 我让你一定现场有位置坐 你已经舟车劳顿了嘛 我就不要说你 你可能还要站着 可能还要坐地上什么的 不用 好不好 我会帮你特别保留座位 那另外如果你本来就在我团队当中的话 你也不用报名 本来就是会员的不用报名 直接找服务人员就可以了 直接找服务人员就可以了 好 来看看今天台股了 今天的台股呢 各位各位 一定会让人觉得很失望 对吧 失望自己 其实跟昨天有点像 就是开盘气势如虹 结果呢 开高走低 虎头蛇尾 因为今天的早盘 一度是大涨超过百点的 对吧 早盘最高还有17340 一度大涨超过100点 吹起反共的号角 最后呢 又是一个开高走低 又是一个开高走低 那 其实你知道 我在看到今天的行情 我很直接的感觉 像哪一天 像7月10号 很像是这一天 很像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也是 一开盘我马上拉很高 涨了100多点 可是最后呢 虎头蛇尾 最中场是收小跌 小跌 对那天是小跌11点 大家觉得说 因为就账面上看来 就表面看来 这是破底 再破底 然后隔天看似涨100多点 好似要反攻 可是没有反攻 所以在当天市场上 对他的这种 失望的这种情绪 氛围是很浓烈的 想不到马上拉这一波起来 那今天我也认为说 我个人感觉 我个人感觉 跟那天7月10号 这感觉有点像 这种超盘手的盘感 好那当然我不能用盘感 这件事情来说服你 我觉得针对整个盘式的大方向 诉诸理性来看 我的看法一路走来 始终如一 看技术面绝对没问题 但你要看对 各位你看技术面 要看对 我能够理解 昨天我讲这什么 什么承接量 杀出量的这种论点 因为昨天是4900多亿的量 很多人不能理解 fine 不能理解没关系 我也不需要一直 花时间来解释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你能够理解的 如果说在昨天 4900多亿的这个 爆量黑K之后 后续的这个时间里 台股还能够再创新高 那是不是就叫做换手成功 假设后面几天 台股能够再创新高 把17401突破 而且把这个爆量黑K吃掉 那个情况叫换手成功 没有错吧 那个时候你是认同吗 那我可以跟你讲 那你就等到那时候再买吧 你在那个时间点认同 你就等到那个时候再买吧 其实那个时候 你的进场价 应该也会落在 17400多 17500了 好不好 所以会相较于现在 至少多出400点的成本和风险 至少400点的一个成本和风险 可以接受你就等 可以接受你就等 好不好 那你要想清楚 可是你要想清楚 在过去几个礼拜 你不相信我的 现在会有多惨 现在会有多惨 过去几周 我不断的不断的 重复的重复的提醒你一件事情 就这唯一一件事情 除全息 除全息 我很怕你就只看个表面 各位看表面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看表面你会怎么做 看技术分析的表面 你会看到这边叫做破底 对吧 结构破坏了 月线跌破了 万七跌破了 这边叫做破底 跌破前低嘛 杀低 放空 然后呢 马上拉高 接着在昨天 哇 17401 创新高了 这里在 追高 线套 如果看 这样子的技术面 你会犯这样的错误 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各位 除全息这件事情 你就把它还原不就好了吗 我说过 你把除全息还原 当然加全指数 没有办法用软体来还原 可是其实 如果我们真的 逐个调整的话 它最后的形式 会比较类似于这样子 比较类似于这样子 小小跌破 一点点之后的 马上反弹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种形态怎么操作 技术分析 你就会啦 你就会啦 对吧 这个是还原全指 还原全指 对不对 拉回 拉回 没有跌破月线 还原全指 没有跌破月线 万七也没有跌破 我说短暂跌破 马上拉起来 中美科技站 外资大到货 两大利空 环势 拉回 连月线 跟万七都没跌破 这么强 能不能买 那 纯粹技术面来看 这是一个 创高 回测 回测的 W成型的右脚 能不能买 右脚 这个位置能不能买 Why not 为什么不行 七月十号 七月七号 我会有提醒你 除全息 没有的话 我节目直接收掉 我怎么会没有 我跟你讲 看错的 已经死两次了 看对至少赚两波 差很多 差很多 上次你没有听我的 你的下场就是 追高 杀低 那我可以跟你讲 这一波呢 虽然连续两天 看似跌很多 可是你不要忘记 还原全息来看 还原全息来看 其实这两天的沙盘 叫做是 突破景线之后的回测 突破景线之后的回测景线 这个叫做 多头结构的回档买点 这是我的判断 你觉得呢 休息一下 井上天花 人人有 雪中送炭 世间无 这不仅是人生常态 也是头顾乱象 涨停板的股票 创新高的股票 你就看到一大堆分析师 蹭啊 蹭热度啊 我都有 我早买了 别的股票呢 跟这个正中纪一样 绝口不提 对吧 这个梗有点老 知道了才知道 我不敢讲说 我们的做法呢 能够改变整个市场 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独善其身 来看一下 1513 中兴电 各位 中兴电今天是跌停板 而且是一架所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云豹弊案 来各位 中兴电涉及云豹 假车的弊案 确定末入20亿 好 那这个弊案呢 今天是高中分院的 昨天啦 台中高分院的二审宣判 董事长 江义福 仍然违反证交法 乍欺取材罪 所以呢 当然也被判 也有被判刑 只是说 跟一审相较之下 刑比较轻 那判没收这个 20亿9916万的 不法所得 依照中兴电的股本来算 大概会影响 EPS 4块钱左右 那这个新闻怎么看 当中有没有一些 不法情势 坦白讲 只有董事长知道 轻则至轻嘛 轻不轻白 有时候也不见得 跟真相有关 也不见得法律 能够还公道 好不好 讲坦白是这样子 但是好不好 这些都不说 今天这则新闻 确实对中兴电 是个利空 虽然说 法院的判决 这个不可控嘛 我又没有买通 法官 我怎么知道 最后判决是什么 法院判决不可控 但是我们的 当然第一个 我们的持股 中兴电持股 仍然是获利中的 可是我认为 身为一个 精益求精的分析师 我依然是要 反求朱吉 所以我今天一直在想 我在想说 我自己到底有什么地方 能够做得更好 能够让绩效更好的 我们先回顾一下 中兴电 我们买在什么地方 你如果说是 我们中兴电 粉丝的话 你会有印象 因为我们是节目上 公开做分享的 这个5月12号 来各位 5月12号 创高拉回 跌破月线的那个时候 100出头 90几块我就开始讲 100出头这个位置 90多100这个位置 那当时候呢 因为我们已经有一次 成功的经验 这个也算是代表作 试电 对吧 试电算是我们一档 比价成功 比价操作这个策略 相当成功的操作案例 在4月份的时候 这个时候 那时候我说呢 以试电的技术也好 订单也好 获利能力 营收水准都好 有什么道理 它应该要委屈在 华城之下 中兴电之下 当时候 它的股价 是三档股票里面最低的 他们三档股票 我说过 它有比价的效应 但是试电 不论是在技术 订单 获利 营收 都在这两档股票之上 有什么道理 它的股价是第三名 没有道理 所以我认为 试电当时叫做 严重落后 必须给它 买起来 节目上也跟你公开分享 对吧 不得了 光是这一波操作 你自己看一下就好了 当时 70多 80多 90多 随你买 有量的嘛 要多少有多少 这一波一上来 174 获利超过100% 获利超过100% 这是我们当时候 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 到了五月 我说这个MSCI效应 MSCI效应当时是把 试电跟华城入选了 中兴电是老早就入选了 所以这次没有在名单上 那当然入选 在五月份的时候 我没跟你讲过 MSCI其实这个胜率 接近百分之百 所以试电在五月份 特别飙 五月份特别飙 华城也是一样 五月份特别飙 那当时因为中兴电 没有入选 所以股价自然就会远远 落后这两档股票 反而它五月份没什么动 几乎是横盘整理的 但是既然这三档股票 它是有比价效果的 所以当时的我认为 机会又来了 机会又来了 对不对 五月份的时候嘛 为什么落后呢 没道理啊 中兴电好歹 去年以来也是重电的领头羊 对吧 你要说 获利能力 它也不输华城啊 对吧 去年它既然能够成为领头羊 一定有它的道理 所以当下我就决定 买进中兴电 节目上分享 节目上公开的分享 那确实中兴电有涨 对吧 我们现在来看哦 五月份买中兴电的 哇一波上来 有赚钱 确实有涨有赚钱 那你也可以看到 即便今天跌停 依然还是赚钱 可是股价始终 我们看到最高点也才147 有追上华城吗 华城高点是220啊 是追不上的 当然这就是我要检讨的地方 这就是我要检讨的地方 确实在这个市场上 一个买卖拉扯的力道 仍然会造成股价 比价效应的一些变数 那我不能一昧的认为说 华城基本面比较差 它的股价就不应该第一名 强的股票还是有它的利基点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认为 我应该要检讨的部分 所以我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绩效 能够更好吗 更长进吗 可是至少啊 对各位 如同我所说的 五月份 五月份你去买中兴店 随便你啦 买这里买这里买这里 随便你什么时间去买中兴店 你会赔钱吗 至少对会员 我是对得起良心的 因为无论如何是赚钱 也赚不少 但是对于 网友 观众 坦白说 我知道一定有人追高 我知道一定有人 买7月 买6月底 买7月 到今天为止你是赔钱的 但是我这边 我觉得我话先讲清楚 如果你不在我的团队之内 坦白说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责任义务 我的买点卖点 这本来就是团队的权益 我没有责任义务 要在节目上 把我每一个买点卖点 我什么国家出清咯 你要注意咯 讲得清楚明白 我是没有这个义务的 我要先讲清楚 可是 当我知道有人去买在这个位置 买在这个位置 会不会于心不忍 怎么不会 我也是人嘛 看得出来我是人嘛 对吧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要讲 别担心 中兴电还有救 中兴电还有救 还有救 好不好 你思考两件事情就好了 两件事 第一个 天气开始越来越热 跳电的频率越来越高 前两天不是那个什么 中立火车站 高雄轻轨 台北市的大同区 中山区 无预警跳电 各位 开始引发民怨 明年一月要选举 所以各位 这个 选举的前提之下 就前半年了嘛 针对这种电网 电力 这本来就是去年的政策重点 今年也是政策重点 针对电网 电力 这个项目 它会去做加重力道 政策性的加重力道 所以这会是一个产业的 政治型力多 那同一时间你也可以看 对不对 我认为说 未来是有题材可以做发酵 同一时间你再一看这件事情 我们讲云报 云报装甲车的这个弊案 它这一次是二审 这一次二审 2021年的年底 它其实就一审终结了 董事长一样被判刑 20.9亿 一样得没收 现在唯一有点差别的 就是董事长的刑责轻一点 好像上一次判六年 这次判五年 20.9亿一样要没收 但是各位 去年到今年 中兴电有停止飙涨吗 中兴电这个案子 已经背了这么久了 有阻止它飙涨吗 所以我认为 中兴电还有救 中兴电还有救 但是怎么救 其实这个会涉及 比较复杂的操作策略 所以我打算 将它放在本周日 这个礼拜天 我们的这个 仅此一场的台北场演讲 好不好 我们就放在这一天 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还没报名的朋友 手中刚好有中兴电的朋友 你从来没赚过 中兴电的朋友 一定要来 好不好 一定要来 你看 看看时间 3点20分 哪个分析师跟我一样 我花那么多时间 只为了讲一档 跌停版的股票 跌停版的股票 左眼是 对 讲华福 讲华星光跌停 我也花时间跟你讲 这种分析师没有了 这种分析师没有了 大家都是蹭涨停都来不及的 跟你讲跌停 跌停版的股票 对它来说 它闪得越远越好 千万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有 好不好 可是我还是一样 我认为操作是这个样子 不会有人永远都是顺遂的 不是吗 又不是神 你现在打开电视 敢跟你讲 天天都涨停版 天天都创新高 永远顺遂的 那个人绝对不是神 他是神棍 他是神棍 但是我觉得说一个操盘手 理念是这个样子 赚钱的时候我们要赚 股票不如预期的时候 诚实面对自己 才能进化 才能进化 人才会越来越好 操作越来越好 我们整个团队才会越来越好 这很重要 这很重要 如果我连跌的股票都敢讲 不是至少可以证明 我涨的股票是真的吗 不是吗 好 那可以来看一些涨的股票了吧 我们来看一些涨的股票 今天其实仍然是有股票逆势抗点 像伪讯 其实你看 他除息之后 除息现金股利是两块多 等于说他现在还是挺在70块之上 仍然是相对强的一档股票 那我也说过 下半年开始 他会慢慢去反映明年度的EPS 明年的EPS 大概市场目前推股 8块到9块 8块到9块 那以10倍本益比来推敲的话 80元90元的实力 这个也算是基本要求 资源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还涨半支 不得了 对吧 各位 这个是7月第一天 我们初来乍到中市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一档股票 我就跟你讲一档股票 到现在各位200出头 到现在300块中间了 这档股票呢 上个礼拜四 公开告诉你我买了 而且现买现赚涨停摆 接着昨天再亮灯涨停 今天再度上涨创新高 星星 你亲眼所见 你亲眼所见 我一天一天验证给你看 上全也是一样 今天算是逆势有创高的一些标的 相对表现都还不错 但其实 我更要讲时间不够 今天市场有另外一个亮点 应该不多人注意到 你有发现今天生技股其实很强 应该说这几天的生技股都很强 只是很容易被AI覆盖了 这个掩饰他的光芒 各位你看陈德今天亮灯涨停板 AI没有下来你会发现他吗 长家智能 昨天杀这根黑黑这么丑 今天又涨停板 白岩今天也是亮灯涨停 就连药华药这种 前些时候非常惨烈的股票 打完底今天都创高了 都大涨创新高了 各位你看一下 五六百块杀下来杀到三百块 打个底又往上冲了 今天月季线直接都突破了 都站稳了不是吗 其实在月初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 请开始注意生技股 因为月底有一个生技展 而且生技股本来就是现阶段 执政党的命脉 但是一直到月中 中旬开始 整个这个生技族群 才开始有表现 才开始发酵 我告诉你这非常好 这非常好 越晚发动是一件好事 越晚发动越好 我觉得这题不错 这题不错 我觉得为什么越晚发动越好 生技股有哪些股票可以注意的 应该也要加入到 本次的演讲重点里面 因为可能在7月23号过后 AI不见得是主流了 或者是双主流 很有可能你这个真正市场的聚焦主流 你还要开始看生技 我们加入本周演讲重点里面 哪些生技股有机会获得市场关注 下个礼拜继续喷出呢 好不好 其实这又是一道含金量极高的题目 你看一下我们原本这些题目 已经含金量很高了 AI股我也跟你讲 接班人我也跟你讲 前线百分百要喊什么股票我也跟你讲 又有百万毫里现场抽 哇塞真的是 不来都不行 好不好 还是要讲一下 6月4号你不来的 哎呦 sorry了 神达没赚到 对 红硕没赚到 金财没赚到 浮华没赚到 一飞往华星光通通都没赚到 你已经错过这么多 还要继续错过下去吗 还要继续错过下去吗 AI大型股是否涨幅满足 中小型标股的机会 是不是来了呢 刚好正好这个生技族群 也算是中小型标股吧 7月23号礼拜天 台北上午 警线一场 绝不加开 唯一的这么一场 那中南部的朋友 不是不能来 当你真的有赚钱的决心 当你发现上一次的演讲 你没来 可是可以赚这么多钱的时候 坐高铁来都行 包车来都行 随便跳一档 就能够帮你赚进百倍千倍的高铁交通费 而且中南部的朋友 我还给你设保留座 中南部朋友 只要你来 留言跟我说一声 我从中部来 我是台中人 我是台南人 我帮你保留座位 我保证你 不会发展 好不好 各位 AI大型股 涨幅满足 中小型标股 机会来了 太多太多股票 机会都趁这个时候 准备要来了 7月23号 礼拜天台北 仅此一场 可以加入我的LINE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۶ 二 二 二 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